三十一 新經報 一年了 福喜事件調查營源而未決 2015年7月14日新食品週刊 09近日 殭屍肉成為輿論熱點 國家多部委聯手打擊過其冷凍肉 而正好一年前 冷凍肉巨人福喜均然倒下 一年過去 福喜一直處於船渦中心 2014年7月20日 作為麥當勞、肯德基、 必勝客等供應商的上海福喜食品公司 被媒體報出使用過其劣質肉 一年過去了 新經報記者近日調查得知 福喜被大客戶門拋棄 其在國內的三家肉製品家工廠商計停產 果疏類工廠也隨之受到牽連 業務萎縮 福喜內部中高層員工紛紛離職出走 擺在福喜面前的一個更現實的問題是 對上海公司的調查處理結果 虎虎等待一年 錄名高管被移交檢方後 案件仍在處理中 至今懸疑未決 而就在這期間 福喜原油的市場份額 已被昔日的合作夥伴 供應商瓜分桌盡 而在未來 福喜計劃謀求進駐超市 直接向消費者出售肉類產品 《長見》B12、B13版封面報道 《長見》B13版封面報道